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务秘书长杨祖次认为 目前政府投放在体育的资源 以及分配制度都合适 形容可从容做运动员 又透露全民选拔 必是各体育总会要跟从的方向 本届巴黎奥运 港队取得两金两铜 整体奖牌数目比上届东京奥运少 金牌则多了一面 港协计奥委会医务秘书长杨祖次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处 被问到怎么看本次结果 他这样回应 我不敢用巅峰来形容 我只是说在国际水平里面 已经去到一个很高的认同性 在一些比较上是很大国家的比率 我们如果是以金牌楼 比率相当不小 不过金牌得主江明慧已经转跑到 取得两铜的核诗倍 为之是否退役 会不会影响港队未来再下一程呢 杨祖次说制度上已经有第二第三梯队 不需要集中在一两位运动员 有意见认为应该集中资源发展成建基之都 也要加大对整体运动员的投入 甚至改善分配机制 杨祖次不认同 他的人工不是很高 相对来说 香港平均大概二万多 但是他所有配合的东西 差不多是一个相当高数字的投资 无论教练 医疗 住宿都包含 严格来说他是没有什么要花钱 他应该可以是能够是很 很松荣地做一个运动员 减击要资源多的东西 还有什么呢 他相信就算为一些有奖牌希望的运动 再增加资源 金额也不会多 体育佳季要维持 除了资源还有人才 不过近年接连有选拔不公的质疑 杨祖次说 正检视八十多个体育总会的管制 认为只是个别情况 那么是否一定是体育总会的会员 才可以有资格参加选拔呢 总会的会员 无论是均衡的培训 又或者是这个在我们叫选人 是会更加稳定 如果有些运动员本身 他本身的能力是真是很奇怪很高超的 他可以参加香港的选拔赛 就是有些人他的能力做到 我觉得又应该是令到可以发挥给人看得到 他强调全民选拔是必须 下个月会交代 无线电视记者冯庆辉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竞选团队指 部分内部通讯被黑客入侵 只是伊朗所为 伊朗指无意图干预美国大选 软件公司微软周五发表报告 指伊朗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旗下团体 六月向美国一个竞选团队内一名前高级顾问 发送鱼叉式网络钓鱼电邮 并于五月入侵一名或最低存取权限的 州政府官员账号 报告指这些动作显然是伊朗团体 为获得美国大选情报而进行 并以摇摆州份为攻击目标 报告又指这些入侵活动过去半年越来越频繁 正情网站Politico其后报道 上月22日开始收到一批富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团队内部文件的匿名电邮 内容包括针对特朗普副手万斯 在二月下旬的背景调查 包括列出万斯潜在弱点的文件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证实 有内部文件外泄 指文件是被抵视美国的外国源头非法的获取 目的是为干预美国11月的大选 因为伊朗知道如果特朗普成功当选 将会结束伊朗的恐怖统治 并要伊朗为黑客入侵活动负责 团队警告传媒切勿散播这些内部文件 以免落入伊朗的圈套 实现分裂美国社会的目的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路透社表示 伊朗的网络有能力防御面临的威胁 也没有计划发动网络攻击 并表明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 伊朗不会干涉 特朗普的对手代表民主党出战大选的美国副总统贺锦利 没有回应微软的报告以及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指控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则表示 会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应对任何不当的外国干预行为 事件会移交司法部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李派录报道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几阵昼雨及雷暴 明天28至32度追和晚西南风 目前气温31度相对适度75% 或是天气警告生效 空气制足健康风险 一般和陆路边境地战都是低 此番指数2强度低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